第四十號 王蒂花選手 選手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執念 但我更在意我的生活 我就是個愛好者 人進入比賽一定會有個較勁的心情 夜深人靜的時候想一想 你參加比賽的原因是什麼 你很喜歡這個運動 我試試看自己的成績到哪裡 健身這個事情 並不是說你 變得多健康多強壯 好可愛 它會慢慢起一些化學變化 你持續去做 你看看會有什麼好事會發生 我來自基隆 媽媽是原住民 布農族 南投山上 現實在比 正經常到 我外公這邊 他是有蒙古的血統 本省人跟外省人的結合 先看會有裝 未來可以 預約 拍照 手機 之前成績 我們要準備進去合作的時候認識 這個你很困擾 應該是 不用算有點緊密 我們的時間觀點真的很差 你對西雲真的是 在今年2020嗎 如果往回推三年去 我們很隨便的認識 就結婚了 哈哈哈哈 真的啦 哈哈哈哈 成績的重點 就是很隨便的 很隨便的意思 比完賽差不多一個禮拜 哈哈哈哈 好像很隨便喔 全面都在那邊 很興華喔 對 趕快趕快趕快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gay耶 沒有說gay不好 只是我以為他是gay 沒有就聊聊嘛 可以剪掉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知道他不是在成績練習的人 對 那可能是館長欣賞他把他找來 因為他那個修戴了耳環 感覺是那種會打扮的男生 比較會讓我覺得是我的姊妹 殊不知他一直 心中都有其他的想法 哈哈哈哈 那時候他們辦成績被第一屆比賽 他問我他準備得怎麼樣 然後後來我們才約去做訓練 求婚怎麼發生 哇這更隨便啦 哈哈哈哈 我在備賽嘛 準備要去韓國比賽 我就騎腳踏車 欸怎麼這一段 就是夕陽傻瓜 哇怎麼那麼漂亮 可是他怎麼不在我旁邊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打電話給他 我要跟你結婚 不是還是有帶點哭腔喔 就覺得說男生就是甜言蜜語 那我要跟你結婚 因為現在我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景色 他可能覺得我跟他是說 我真的好喜歡你 對我就說好啊好啊 那你慢慢騎啊 拜拜 但他就認真了 我那天在家裡 我就接他的電話 那你問一下 那我就看我什麼時候七獨 我們去七獨公正吧 因為我就接了 那就看你禮拜三還是禮拜四 先這樣齁 我先去買那個結婚書 拜拜 我過來電話就講完了 一切來真的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也都嚇死了 弟弟你在幹嘛 他的朋友應該還是在跟他分析 欸巨星座男生怎麼樣怎麼樣 你說巨星男生很乖欸 但是還沒有想到 對 尤其健身的不可靠喔 哈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 我目前為止覺得這個整個售後服務都是很滿意的 整個 沒有說覺得衝動有什麼後悔 沒有我覺得這個 對 對 覺得好 好 高中的時候就加入 就是要趕緊球隊 移動有炮灰這樣 然後我心裡面覺得說 我這樣怎麼大人家學長呢 然後就自己毛起來 就是做體能啊 自己對挺身 自己讓我起座 你好我是弟弟 一身亮麗藍陽裝 拿起單眼相機 黑歷史 哈哈哈哈 我是念財政稅務系 有人先用手機偷拍我 然後就蘋果來拍我 我大學有做類似Showgirl的工作 到後期畢業了 知道這不能長長久久 然後可能是代謝的關係 人長大了 就會開始覺得自己變胖了 跟絕大部分女生一樣 覺得胖 我要變成叫阿巴 我要變大豬肝 所以我要運動 我就直接找教練 我入會籍那天 也用網路訊息他 說我要去加會籍 我想找你當教練 大學畢業以後 我一段地下段時間 大概過了半年左右 出去的 出國打工遊學 回台灣以後 很少健身餐 這樣子一個類型的選擇 那時候剛好認識我的好朋友Johnny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 跟我們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那時候不流行健身餐 也沒有人在健身 我也沒有太多粉絲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不如去參加比賽 讓這個族群的人知道說 我在賣健身餐 那我是吃我的內容去準備 然後才下定決心要去比賽 韓國兩次 你們兩次 我回來投身這個舞台 其實就是因為那時候台灣開了第一屆 全國古典項目 因為我太高了 所以視覺上來講會很長 這樣子 沒有辦法很集中 張力不夠 那時候開了第一屆的古典 它有分身高以外 它看身高對應的體重 就好好準備看看 反正幫公司打廣告 幫餐廳打廣告 那殊不知第一屆就有不錯的成績 這樣 如果我今天要去更高的殿堂 那就是要往Broad這個 然後後來就是鎖定 就是Quantify 不然就是 Amiture Olympia 這樣子 以身高分量來講 Class D 才是我的分量 我很容易在這個量級 就去 有一個拿 去比Overall的機會 這樣子 那就是我框架的優勢 只是對於我來講 平常的一個體重 不在這個量級之中 所以每次備賽最大的問題 就是把身體的體重壓下去過榜 我的聲音越來越性感了 我在賽前的時候 會很激烈的 把那個數字壓到可以踩過榜 所以灌完以後 我停了一個晚上 也是接近被斷食的狀態 撇了一下參賽者名單 好像 我是第一個 我就是明天 負責幫大家看說 走出去會不會跌倒 如果我跌出去 我跌倒 那你們後面要小心 Simon教我 就是平常 站起來笑一些 我教他們 走第一個 就像是遊樂車 是玩第一個一樣 前面沒有人叫 所以第一個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是最好玩的 好 B的各位觀眾朋友 我今天很幸運的 很久沒比賽了 然後是1號喔 剛剛已經全身發抖走完了 希望第一次100分抖 下一次90分抖就好 好不好 大家加油 我現在心情非常的平靜 像大人的平面一樣 我是非常心跳 掌聲歡迎他們出場 第一位是我們的王翔Simon 哇 觀眾都燒起來了 燒起來了 燒起來了 一個動作照現出最無 Elvis的味道 好的 全球成分的棒 OK 我們有6位選手進入到決賽 221號 221號 站第五之後 DJ iss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你的量級好多怪物啊 對啊 是不是也會因為今天的量級 175加全部都在一起 龍的量級 稍微難比了一點 沒有啊我覺得比賽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好比跟難比 就是盡全力 也跟自己狀態去做一個檢視 是嗎 因為前幾個禮拜訪問兩位啊 大家可以從今來沒看到狀態完全不一樣 什麼意思我那時候很胖嗎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今天的狀態 大家很厲害也代表說 這個運動的風氣很好啊 大家練的方向都很準 這是一件很爽快的事情 人進入比賽一定會有個較勁的心情 我現在也都還在學習 那我只是鼓勵大家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想一想 你參加比賽的原因是什麼 你很喜歡這個運動 我試試看自己的成績到哪裡 然後每一年有一點進步 有沒有達到呢 有就好了 不要讓它變得讓你的心裡不健康 身體不健康 希望大家可以為自己想一想 健身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你變得多健康多強壯 你的健康的定義其實它很廣益 這些事情它會慢慢起一些化學變化 到你今天真的身體出現一些成果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教我健身啊 我有做那個168段式 可是為什麼沒有瘦 所以其實你健身會影響很多事情 你持續去做 你看看會有什麼樣好事會發生 有時候大家說我是選手會有點反感 可能有點過度 但是我選手給我的感覺是比較執念 但我更在意我的生活 訓練只是我很顯性的喜好 那我在每一年在我的喜好裡能不能進步 但我更在意的是我的生活 我在選手這個名稱啊這個稱位上 我自己的感覺跟我太太感覺是有點比較相反 我比較自然的接手這個稱位 我沒有比賽的時候 我去健身房我是很開心 我很興奮 我今天要練什麼 我今天感覺有什麼地方好 我一樣跑我的課表 我不會覺得說這個行為 跟機會大有直接的關聯 但我就想做它 我就覺得帥啊好玩啊這樣子 但是重新進到這個比賽舞台的時候 就是一種我的行為要有針對性 我如果沒有辦法在這個生活 變成一個Body Builder的話 我會覺得我會沒辦法進步 我和Simon的想法出入是很大的 但是我也很喜歡Simon這樣 因為有他這個聲音去平衡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聽聽看 我覺得他也沒有錯 只是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想這件事情 一年多 一年多 去年的3月17號 當初在去策劃這個的開始 是我提出來的 然後我們 我是帶著很憧憬 他帶著不安 因為沒有投入過教練的行業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邊是安撫 一邊是加持他的自信 然後到真的成立了以後 開始動作 發現原來真的是 會有這個 就是大家給我們的運氣跟福氣 然後認真的投入教學 那你覺得 這是一個自己事業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轉變得很快 就變得定長 一個好的健美選手 你只要投入健美訓練 我在執行這些事情 你就可以身為健美選手 但我真的認為 認定一個健美選手 是他這個地方有符合他的行為 不管體型大跟體型小 他有能力去改變自己外在的一個狀態 只是他花的時間多或少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